知乎折野的朋友们,今天是2023年8月15号,我们继续来聊美股 首先我们看几则重要的宏观资讯 第一则,人员股选土重来 美国人员股8月以来大幅走强,成为下半年美股的宁涨板块 在产油国组织OPEC加持续的减长隆尼下 此前供应过剩的担忧被完全逆转 美国本土软料价格大幅走高,助推了油气公司的业绩预期 然而对于人在打压通胀的美年储而言 人员价格上涨不是一个好消息 可能会成为反充当道路上潜在的隐患 国际油价已经年涨了7周,重回80美元上方 自6月初举年内低点以来,美国WTI原油价格上涨了22% 好,这个是WTI原油主年的一个期货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最低跌到63块之后 然后就开启了一波反弹,目前已经来到了82块5毛6 好,反弹了有20%以上了 那另一方面呢,随着投资者对美年储可能很快停止加息 更加乐观,经济前景愈发光明 需求回来和利润率上升 让投资者重新对估值一远处于低位的油气股产生了兴趣 那特别是科技股,大家都认为科技股存在泡沫的情况下 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人员板块指数 近一个月累计上涨了5% 银跑市场,该指数在第三季度以来 累计上涨了近10% 那这边呢,是标普500最近一个月的各个板块的涨幅 那么可以看到人员板块排第一,已继绝成涨了5% 然后呢,这个科技板块是下跌了6.57% 好,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员板块是一个很好的防御性板块 那相干个股的股价属于涨长高 埃克森美孚是标普500指数中市值最高的人员公司 市值约4500亿美元 在每股市值排行中升至第17 那这边呢,是埃克森美孚的一个股价走势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已经来到了历史最高点 从这边大概60多,然后一路涨到目前接近120了 111,可以看到一软是处于历史最高位 这个是埃克森美孚 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美债的收益率狂飙突进 最大的美债ETF却遭遇大幅撤资 投资者正在以疫情爆发以来的最快速度 从追踪美国国债的最大ETF中撤出资金 上周规模达391美元的20年期以上的美国国债ETF 流出了超过18亿美元 这是自2020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上周该ETF跌了1.2% 而在期限的一周跌了3%以上 那这个红色的这个举行 就是它本周的一个流出 总共呢,是流出了超过有18亿美元 创了2020年以来的最大的单周跌幅 那过去一个月呢,市场对长期美国国债的人气恶化 因为市场越来越相信 美联储将在交叉一大时间内 将利率维持在高位 以抑制依然居高不下的同胀 那这点从各个投资巨头 推崇美国的胆期果债就可以看出来 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条 大空头又发腻了 Cover大量购入标普500指数 蜡指100的看跌期权 曾成功预言美国次级仿贷战券 泡沫泼灭的投资人 麦克伯瑞在第二季度 大量增持了标普500指数的ETF 和拉斯达克100指数ETF的看跌期权 就是这位老兄大空头 看起来人很花不多 截止到6月30号 白瑞旗下的持有200万份 追踪标普500指数的看跌期权 以及200万份追踪 纳斯达克100指数的拉指100ETF看跌期权 这个是他的公布的一个持仓报告 那我们可以看到 排第一的是标普500看跌期权 新进了 然后第二的是纳斯达克100看跌期权 也是新进的 此外呢 白瑞新进仓在线旅游公司 自由网基坛 美国第二大有线电视运营商 特喜通信和能源技术方案公司 Jeneriker 清仓了京东和阿尼 标普500指数 今年至今也上涨了近17% 而拉斯达克100指数 暴涨了近40%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对美股的三大指数 进行一个复盘 那从技术走势上来看呢 胆期依然是空头占优 本周投资者等待周二发布的 美国7月的零售销售 以及本周加德堡 塔吉特和沃尔玛等零售 与加状巨头的二季度彩报 借此窥测美国消费者支出的健康程度 周三还将发布美联储7月的FMOC会议纪要 交易员对9月按兵不动的押注 高达89% 但对11月加息的预期接近34% 市场预期明年5月首次降息 25个基点的可能性约为80% 8月14号周一呢 美股集体小幅低开后走势各异 标普500指数和拉子在开盘近一小时转涨 然后道琼斯指数 在盘中几次想转涨 都没有成功 最终在尾盘大幅收涨 这个是三大指数的一个分时走势图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标普外指数是低开高走 最终是收涨了0.61% 报4489.72 依然是在4500点的指数关口的下方 道琼斯指数是收于35307点 收在了35000点指数的关口的上方 那道琼斯指数可以看到 多空博弈是非常激烈的 多空的也相当于是市值逆敌吧 不过最后尾盘多头发了一把力 然后拉上来了 那纳斯塔克指数呢 全天多头表现的比较强势 是收涨了1.05% 以13788点 好 这个是三大指数的一个分时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 三大指数的一个多空转换的点位 那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一个道琼斯指数 道琼斯指数呢 我的观点依然维持不变 盯住这个340082点 这是短线的一个风险点位 也是长线的一个风险点位 那目前呢 多空就在这边厮杀 目前我个人的看法是 在道琼斯指数来 依然是多头占据主导地位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标普5败指数 那标普5败指数呢 上周五已经确定了 他是被一个多头主导了 就是多头已经打败了一个空头 虽然今天他的走势是比较强势的 收涨了0.58% 但目前呢 我依然认为是一个空头主导的 一个胆线的一个走势 好 那这边是标普5败指数 大家对昨天的反弹要保持一个警惕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拉斯达克指数 拉斯达克指数呢 观点依然是保持不变 胆线走势呢 就是被一个空头主导的 那今天的反弹 我今天的收涨 我称之为反弹 没办法确定多头主导 只是多头的一次反攻 那我认为从技术走势的走势上来看 胆线的话 我们看一个30分钟的走势图 那依然是被一个空头主导的一个趋势 目前来看 从这个依然是处于14666点 到这个13580点的一个下跌趋势 目前这个下跌趋势没有打破 依然是处于一个胆线看跌的 好 这个是三大指数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个股 首先我们看一下美国钢铁公司 美国钢铁公司 在周一大涨了37% 钢铁加工和分销商 Eastmarker提出以78亿美元的现金 收购美国钢铁公司 报价高于之前的竞争对手 Cliff提出的收购提议 那目前呢 美国钢铁公司已经拒 拒绝了他的竞争对手 Cliff的一个收购提议 好 这个是美国钢铁公司的一个厂房 那私人持有的Eastmarker 周一宣布竞购的消息 另一类人士感到意外 这家公司业务侧助于钢铁的加工和分销 而不是生长原钢 似乎不太可能成为买家 美国钢铁的股价 受此消息影响带动 进一步飙升 收盘上涨了37% 创下单日最大涨幅记录 好 这边是美国钢铁的一个股价走势 那我画的这个绿色的信件 就是它一天的涨幅 涨到了36.8% 美国钢铁是美国工业的标志性企业之一 起历史可以追缩到1875年 那这个呢 它的标识牌上也写的 SINCE 1875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美国钢铁的一个股价走势 美国钢铁的这次收购呢 其实从技术上来看 是没有任何就是比较好的买点可以记录的 那我们从一个大的范围来看 它就是处于一个 处于一个30 然后到这边17的一个大范围的一个盘整区 那目前呢 我认为它依然是处于盘整区 要突破这个盘整区 它必须要 就是股价要突破38.74 那目前看还有一点距离 我们继续观察就可以了 从技术上看 我认为美国钢铁是没有买卖点的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瑞银 瑞银同意支付赔款14.35亿美元和司法部和解 美国司法部8月14号的公告显示 瑞银集团及其在美国的几家管理公司 已同意支付14.35亿美金 以了解2018年11月提起的民事诉讼 那这个是美国司法部在他的官网公布的一份公告 瑞银集团呢 此前被控就2006年以及2007年间 支持40宗证券出售的总价值 与411亿美元以及次级抵押贷款 以及其他高风险抵押贷款的质量上 存在红片误导投资者的行为 那这个就是当年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历史性的案件了 我们看一下瑞银的股价走势 瑞银呢 我在上一期视频里面已经聊过了 它目前是处于一个多头市场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昨天是涨了0098% 来到了23块5毛9 目前来看多头依然很强势 然后画的这两个紫色的圈 分别是第一直升点和第二直升点 观点依然保持不变 那这份和解消息更有可能是一个利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英伟达 AI龙头英伟达一天暴涨7% 据上周股价四年跌跌后 AI龙头英伟达周一反弹了超7% 消息面上摩根斯达尼的分析师MORE周一表示 下周公布财报的英伟达有望继续超出预期 这只股票仍然是他在AI概念股中的首选 MORE认为呢 近期的抛售是一个很好的秋连 虽然显卡出现了供应收线 但接下来的财报仍将出现有益的增长 更为重要的是 未来三到四个季度将持续肉眼可见的强劲 好 这个是英伟达的一个分时走势图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低开高走 最终是收涨了7% 创下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单周的涨幅 股价来到了437块5毛3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英伟达的一个股价走势 那英伟达呢 也是老朋友了 我个人是已经清藏了英伟达 我在上周也建议就是 如果有英伟达的可以适当的指引 那目前看来呢 他这波反弹是反弹很不错的 已经有7%了 那我的观点呢 依然是保持不变 英伟达胆期依然是从技术上 或者是从技术上看 依然是有一个比较重的一个抛压的 好 这个是英伟达 那今天的反弹呢 我个人建议 如果就是没有持有英伟达的 不要因为今天的大涨 然后就去追高了 这个是英伟达 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Meta Meta其下的Threats 日活跃用户快速下滑 根据数据分析服务上的数据 有Meta推出的竞争 推特竞争对手的Threats 日活跃用户在短短三周多的时间里 下降了近30% 好 那这个是日活用户从零一度高涨 来到了这边将近5亿吧 然后一路下滑 下滑到木岛 大概可能就不到2000万用户了 好 数据显示呢 安卓单的Threats日活跃用户 从4900万下降到1100万 下降了有将近80% Threats曾在推出出的五天内 吸引了一页用户 而推特花了5.4年 才实现这一目标 Threats的关键优势在于 Meta旗下用了14亿用户的 因此也在帮助吸引用户 那这个图表呢 是从这个 推特获得5亿用户 获得1亿用户吧 用了5年的时间 然后这边Threats 大概就用了5天的时间 好 那自那时以来呢 Threats用户一直在稳步下降 在过去期限里 安卓单的日活跃用户 在1100万到1200万之间赔怀 推特在安卓单 皮肠的用户数 基本没有受到Threats推出的影响 那这个图表也可以看到 推特的日活跃用户 是这条蓝色的线 不仅没有受到影响 还略微在上涨 那这对Facebook来说 是一个不利的消息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Meta的一个股票走势 那Meta的股价走势呢 我依然是维持 我个人的观景不变 目前短线长线 都没有什么风险的 如果已经在车上的 安心的在车上待着就可以了 这个是Meta 那基础上也没有什么好分析的 它就是从88 一路来到了这个300多 那从300多跌到306 这个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回调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散户股 AMC院线大跌了35% 小级面上呢 是受特华拉州法官 批准了AMC院线的股东和解协议 此前呢 AMC寻求将其优先股 转换为普通股 并实施10比1的和股 另外还准备发行更多股票 筹措资金 此举引发投资者的广泛不满 公司在周一宣布了合股方案 预期APE将在8月25日停止交易 此后从柳州所退市 那我们看一下 AMC院线的一个股价走势 AMC院线呢 我在之前提示过 那目前是没有买点 也没有卖点的 但是它今天的大跌 可能会创建一个买点 那也就是我画的这个绿色的圈圈 股价大概在4块附近 这边大概在3块9毛9 3块9毛8左右 那如果它能涨回这个点 可能会出现一个买点 当然了出现的买点 大家还必须要清楚 就是买点一定是配合着 比较好的直升点才行的 那如果它直接这样 暴力反弹到4块 那依然是没有比较好的买点的 因为直升点太大了 这个是AMC院线 加入到股票去观察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赖飞 赖飞开始测试游戏功能 这年头似乎是稍微的 稍微有一点平台的公司 都要开始来玩游戏了 美国牛媒体公司赖飞周一宣布 除了在手机上 该公司将开始在更多设备上 测试其游戏 包括电视和电脑 据悉赖飞的游戏 已经在手机上运行了 测试将于今天 在加拿大和英国开始 有限数量的赖飞用户 将有机会在他们电视上 测试游戏 在接下来的几周 这些测试将扩展到 通过浏览器上的 netflix.com访问的 个人电脑和Mac电脑 那也就是赖飞将在多平台 推出这个游戏功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赖飞的一个股价走势 好 赖飞呢 这边我的观点 依然是为止保持不变 这个411.5 是奈飞的胆线的 一个风险点位 那如果他跌破 这个411.5 就要考虑 胆线止赢了 这个是奈飞 那他这边呢 大概在 我看一下 在7月27号 最低是来到了 411.88 差三毛钱 但是呢 目前来看的话 他没有跌破 没有跌破就没必要走 但是目前他又要下 就是被空头下 拉到这个411.5了 那如果跌破了 胆线的话 就是一个风险点位 很有可能会开启 波罗总485的一个下跌 好 这个是奈飞 做一个解释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美国的楼市 是不是出底了 这个是一度低迷的 美国房地产市场 近期出现回篮迹象 去积极公司 Redfin估计 房源胆缺 推高了房价 美国房地产市场 已经恢复了 近3万亿美元的市值 这时巴菲特又出手了 股神旗下的投资机构 伯克希尔·哈萨维 二季度新进 买入的三只股票 均为美国大型房地产公司 分别是 霍登公司 蓝芳公司 和NV2 好 这个是这个 巴菲特新进的 三家房屋公司的 一个股价走势 和这个标普 房屋建筑行业股票指数 那这个灰色的 这条线 是行业指数 然后蓝色的 淡蓝色的 天蓝色的 这三条线 分别是巴菲特新进的 三只股票 那可以看到 整体上 这三只股票的走势 都要强于行业指数的 那只能说 巴菲特真的很会挑 最新披露的 美国持价文件 13F显示 二季度期间 伯克希尔哈萨维 买入霍登公司 7亿美金 然后买入NV2 和蓝岸公司 分别有 7000万美元 和724万美元 这三家房地产公司 二季度期间 累积的涨幅 全超过了13% 其中 霍登公司的股价 连续四个季度 持续攀升 二季度上涨了 于20% 除了房地产百块 巴菲特还加仓了 此前建仓不久的 第一资本 以及新头号 西方石油公司 那熟悉我的都知道 西方石油公司 也是我一直在 看多的 建议大家 长期投资者 跟着巴菲特买就可以了 一方面 巴菲特大到扩斧的 抛售了不少 此前的重仓股 减持了汽车的 动式暴雪仓位 对通用汽车的持仓 几乎砍半 此外 还卖出了近 929万股雪夫龙 那这边呢 是巴菲特 目前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投资组合中的 前五大持仓公司 苹果公司 依然是他的新头肉 接下来是美国银行 美国运通公司 何可乐和雪夫龙 依然是他的 前五大持仓标的 那最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高领 对中概股的持仓 那高领的投资 一直是中概股的风向标 具体的来看一下 高领资本旗下 专攻二级投资的 经营管理公司 HHLR公布 二季度围绕中概股 和科技公司进行 集中配置 对近东 华柱等 其实中概股进行了增持 新进买入了加码操作 那前面呢 是大空头 是清仓了近东 好 这边可以看到 高领是加仓了近东 另外HHLR 前十大中仓公布 中概股数量占六席 中概股的市值 占比近80% 除了中概股外 科技仍旧是 HHLR的主要投资逻辑 除了阿里巴巴 塞浮时多大 是依旧出现在 十大中仓之外 HHLR在二季度 还继续增持了微软 并进入了十大股东 此外还支持了百度 京东 以及新进的 Adobe 谷歌等相关标的 好 这个是HHLR的 全十大中仓股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